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石头剧教 在今天的金人点击当中 其实我当时提到了好莱坞的一个故事 也不是故事了 我们现在看到金牌制片人的尴尬情况 金牌制片人的尴尬情况 就是对别的女孩子这种 怎么说不尊重了 结果在社交媒体上出现一个词叫me too 更多的女孩子 女人提出来不是女孩子了 女人提出来就说曾经也扫过她的闲助手 那这种事情呢 很多媒体都在讲说好莱坞的dirty story 肮脏的故事 其实在我的眼睛里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词 非常有趣的词 dirty story 所以我们把这种事情都称为是肮脏的 对吧 而做这种事情的人 我们也把它称为叫肮脏的 这是没错的 那在这种脏的 这种事情的肮脏的说法 没有信仰的差距 没有肤色的差距 没有国籍的差距 中外历史上都是这么说的 有些女人做了这些不好的事情 她自己觉得愧对自己的男人的话 她也说她说很脏 我们听到文艺作品中都是这么说 那好了 大家有着共识 对吧 大家有着共识 在有关人的这一方面内容 它是dirty的 可是在今天的环境中 在今天人们的崇尚的价值中 却把它作为一种追寻的方向 没错吧 人们在以各种方式 在满足着这一方面的要求 而人们在现实的环境中 又知道 有关人的欲望的表达 它对等着跟人们的信仰 有着类似的地方 人们的信仰 不能被时间扼杀 它只有地域上 种族上的信仰的不同 这种神的不同 但是人们对信仰本身的认识 却超越于语言 超越于一切 这是没错的 而人们对这种男女的 肮脏的龌龊的事情 也用了同样的表达 是指它是肮脏 龌龊 脏的 脏的东西 以身体 以肉身存在 肮脏的东西 直接的结果就可以生孩子 没错吧 那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 如果它不是正经八百的话 它就说 在道义上是讲 它是脏的 而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 跟这个 信仰同类似的概念 我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但它是无形的 正好是跟 人的这一面是对立的 我要说的什么意思 我们的生活 我们人的生命的价值观 在道德取舍的价值观上 就剩下唯一的这么一个表达 人们有着共识 欲望是脏的 是脏的 它的脏来自于对生命的侮辱 来自于 人们在走向成功的过程中 人们看到了是一种道德的沦丧 男人利用自己成功的概念 占有女人 女人为了走向成功 不得不接受这一份占有 这一份占有是不情愿的 是被侮辱的 在今天 他站出来 向社会公开 那个男人有多脏 可是当时为什么不能站出来 当时是他要走向成功 他在成功之路上 必然遇到的苦难 他那么解释 所以今天的成功的价值观 就是把人们引向 共识是个缺德的肮脏的环境 是个欲望的过程 在人们把它当成共同的 一种社会价值观的时候 已经突破了国界 已经被人们当成成功的 一个标榜 一个说法的时候 是远离了人们灵魂的过程 今天的堕落 今天的堕落 所以这是刚刚发生的事情 我能够 我以为对每个人 这都是 每一个人都有借鉴性 每一个人你不是男的就是女的 你面对的 每天面对的就是诱惑和不被诱惑 你诱惑别人 别人被你诱惑 对吧 或者别人诱惑你 你如何 反正大家就在这种相互的交织过程中 没有年龄的差距 没有男女的差距 都在过程中 而大家要抗争的 大家内心中的挣扎 就是上人之初性本善的灵魂的挣扎 那你让我说呢 其实它透显出你的灵魂 每一个人的灵魂的珍贵 习近平思想已经被确定了 叫习近平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挺费劲的 所以很多人说 干脆还是就叫习近平思想 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法国的媒体中说 它表现出来的概念 就是与过去的中共领导人切割 同时也显示 它反对中国走外国的民主道路 很清楚 它否定了过去 也不走现在通常的路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就是习近平思想 新战略 新思路 新理念 它讲说 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三个代表 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发展 但它的特色显然将习近平 与旧时代的中共领导人 切割 切分 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显示出他不走海外自由民主政治道路 他讲说 他的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是伟大复兴中国民族的行动指南 我跟大家讲过 用马克思主义去恢复 这个中华五千年传统的文化 砸中 对吧 所以这里面是非常非常特别有趣的概念 非常特别有趣的概念 我以为这里面他提出的关键问题就是切割的概念 而他在切割的现场呢 他让所有曾经活着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治局所有活着的人 包括两届老的总书记都在场 给他背书 给他背书 而这个背书的概念 却是他否定他们的概念 所以这显得很特别了 借用他们人的存在 而给他的习近平思想背书 同时切割他们 手段相当狠了 他说习近平报告普遍认为是习近平借助十九大公共权力 而让所有元老集体献身为他背书 这其中江泽民派系的人马最为尴尬 胡平认为老人出场是体现团结一致 而大家都知道中共内部高层矛盾尖锐 斗争非常激烈 所有元老出台让所有元老出台 无异于是为习近平背书 背书 实际是在我眼睛里就是为习近平确定中共党内的核心 绝对的权利来压迫整个全党接受他 压迫整个全党接受他 就这么来的 另一方面对中共很多元老来讲 特别是江泽民相当尴尬 因为被反腐的都是江泽民的心腐大将 这是胡平讲的 十九大前武警司令王宁写文章说 习近平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 等于指着鼻子骂了江泽民 把党和军队造大成什么样 所以习近平上来之前 党和军队处于被毁灭的境地 这个责任是由江泽民来负责的 我觉得是这么回事 所以让他们背书来否定他们 让江泽民背书来否定江泽民 这就是习近平干的 他说这个话出自于武警司令之口 武警是对内的枪杆子 很显然就是枪杆子里的书政权 很显然这是习近平用枪指挥党中央 用枪指挥党中央 对元老产生震慑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 元老们尴尬但也无可奈何 只能表面接受 实际上是对原来工作的相当的否定 我觉得是胡平先生讲的很对 包括曾庆红的露面 过去的很多说法 曾庆红扮演的角色等等 他说我们很难得到确切的消息 但是他们将相当难受 这是肯定的 对习近平的一些说法也相当不舒服 反腐被反下去的人 几乎都是江泽民派系的人 他们又不得不露面 而无可奈何的接受 对党代会发出了一个明确的 信号 这些党这些代表在党代会上 是更加不敢轻举妄动 不敢发表意见 那是 这是习近平手段的了得 无论讨论报告 修改党章 后面通过举手 肯定是团结的大会 胜利的大会 通过这种异常的场面 团结的背后隐藏着很深更深的矛盾 是 我觉得是这么回事 这是 我完全同意胡平先生的分析 刘瑞绍先生说 按照中共惯例 这些人爬也得爬去 彰显出团结的大会 而十九大实际是习近平个人的舞台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力量与之抗衡了 我觉得也不是 因为他需要十九大通过某些东西 他还没拿出来 而对胡平先生提到 他是强化共产党的专政 一党专政之下 习近平提出的很多幕僚很难实现 高压反腐 而腐败的隐性存在 高压事态不可能持续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重复老化 没有新意 而张立凡作认为 基本上跟官方的文件差不多 那在我看来呢 其实在我看来 习近平真正背后的目的还没出现 还没出现 这个会议的场面 我们透过刚才胡平先生的介绍 他的看法 就是习近平当拿过 以党指挥枪的名义 拿过枪之后 变成了枪指挥党中央 变成了枪指挥党中央 而枪指挥党中央的最后的东西是什么 要等十九大之后 要等十九大之后 就是用枪指挥党中央 习近平拿到他 拿到他想拿到东西之后 他在利用这个东西 在过后的时间里 在过后的时间里 很有限的时间里 他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东西 这是 这不仅是尴尬的问题 他用习近平思想的说法 否定过去 在达到习近平思想 执行习近平思想的时候 他将如何对待在现场的这些官 我觉得这是最大堪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